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群里远大奥特莱斯嘉年华 简称奥莱吉的时候呢 那今天的群里远大呢 是人山人海一片繁荣的购物景象 那么就算是逛街当时呢 也不会忘了我们的吃饭的 品尝美食站的小的任务 您在逛类的时候呢 可以来到我们群里远大二楼的 月向茶餐厅 一起来品尝一下正宗的广东美食 对于群里远大 大家都不陌生吧 那这家店你也一定路过过 这就是位于远大二层的月向茶餐厅 我家孩子喜欢吃这个面 虾脚小包 这青菜炒的也行 菜筷炒的也行 不错不错 挺清淡的味道挺正宗的那样 对于喜欢逛街吃美食的朋友们来说 这里可是不容错过的地方 在这里你不仅能吃到粤菜 港式菜 还有不常吃的潮州菜 所以来这里可是逛街后的好居住 刚才说了 现在是远大这一个奥特莱斯购物节了嘛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购物的同时呢 就是品尝非常正宗的广式美食 那今天我们首先和您推荐是 咱们特别有名的广东小吃 叫这个水晶虾脚黄 说实话这个水晶虾脚呢和这个蛋塔烧麦还有这个茶烧呢是齐名的这样的一个广式小吃 那今天给您推荐这个是月向茶餐厅当中的水晶虾脚黄 您看一下这样的虾脚呢其实呢就是皮白如雪 而且而且这样的如水晶状的感觉是半透明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表层是特别精彩的 而且里面是这个额量的很颜色的 其实外观能看到里面就很大很大这样的一个虾仁 特别鲜嫩 而且你们虾的原料呢量特别足 里面有这样的淀粉啊 虾肉啊猪肉啊很多这样的东西都会到一块儿的 吃肉口的时候还是很鲜香的 而且比较是很冬变化的很肯定 特别精道 肉都变的时候感觉特别棒 虾脚可是广东的传统小吃 其皮质筋道 鲜虾味美被大家所喜欢 更是与干蒸烧麦 茶烧包 蛋塔并称为月式点心中的四大天王 而且这家店经过改良后 更符合东北人的口味 虽然说叫做茶餐厅 但是你不要小瞧这三个字 因为这个月向茶餐厅呢 不仅仅是一个只做广式美食这样的地方 而且有很多融合菜在其中 比如说眼前非常有名的一道菜是淮阳菜 它叫做平桥豆腐 这个菜只有两个绝 是哪两绝呢 第一绝是它这个用的是挤于脑和这样的鸡汤勾兑的起鲜 源头是这样子 所以它整体的味道会特别的鲜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看似上面这个状态是很宁住的感觉 但实际上是比较热的 来品尝一下 外洋菜的味道 这个平桥豆腐呢 是把豆腐切得很薄 而且是成明形状 其中呢 有这样的 比如说有这样的 蘑菇丁啊 包括像很多这样的小的香菜末啊 切很多这样的一个 这个配品呢 确实是一个平桥豆腐 到一个经典的一个食材的比例 所以说整个东西它是叫经典美食 而且入口特别鲜 整个豆腐感觉呢 特别的冷 这里的豆腐采用我们东北的大豆腐 经过师傅的改刀烹饪制作而成 其营养价值特别高 更适合老人儿童食用 其粘稠的汤汁 进口后让你流连忘返 刚刚啊只跟你简单说了一下 比如说广式美食 包括这样一个融合菜 淮扬菜当的美食 很中风很棒 其实有很多经典的美食 我是吃不过来的 比如说咱们这样的 广式的小吃当中 比如说尺之蒸葱爪啊 比如说这样的肠粉 包括这样的饮品面 都是非常经典的广式的小吃 而且还有很多很多 什么马来西亚的风味啊 比如说卤菜啊 粤菜 很多菜 其实在我们这个粤相茶餐厅当中 都是应有尽有的 而且天气是越来越热 今天在快结束的时候 给您推现一下非常有名的 而且特别棒 感觉很正宗的丝华奶茶 其实呢 它的原材料呢 这个茶呢叫做西兰红茶 在煮沸之后呢 用这个尼龙罗莫绿 把这样的茶渣去剔除了 所以说整体的味道 会把茶香的味道留下来 而且奶味呢 跟它丝华 所以被称之为丝华奶茶 那这个呢 在香港呢 在广东也非常有名的 今天天气热了 所以说咱们可以喝一下 这样冰镇的奶茶 冷的时候喝一些 热腾腾的奶茶 在不同季节的时候 感觉味道都是不良的 浓浓的茶味 特别丝滑的奶香味 而且感觉那个调配的比例 确实也很重要 夏天啊 现在哈尔滨很热 所以说品尝一个冰镜的奶茶 感觉神情气 港式奶茶是香港独有饮品 茶味重偏苦涩 口感爽滑 且香醇浓厚为特点 这里不仅有热饮 更有适合夏天喝的冰镇奶茶 所以在逛街后 来上一杯冰镇奶茶 是不是也别有一番滋味呢 茶餐厅的最大魅力是什么呢 可以三五好友呢 在下午的时候 不是很饿的时候 都可以来到茶餐厅 一起来品尝一下 非常经典的 有名的广东小吃 聊聊天 看看大山 逛逛街 品尝美食特别棒 那么这个 越像茶餐厅呢 特别适合您在逛街之余 来品尝经典广东美食 推荐理由 各地美食汇聚于此 推荐菜品 虾饺 豆腐 奶茶 人均消费 八十元 说起逛夜市 已经成为 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 边吃边逛 热火朝天的氛围 让人仿佛忘记 一切烦恼 倍感轻松 今天 冰岩要带大家逛逛 被实际所高校包围的 位于江北大学城的 致华夜市 看看那里 有什么新颖的潮流小吃 怎么样 是不是很壮壮 我觉得加起来 一定有几百份了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近年来 比较兴起的 这个花甲粉 那我们就去看看 这个花甲粉究竟有多好吃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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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咱们家这个 这么多粉 都是有什么特质 是逛逛逛的呢 比较滑达糕 已经有点辣 这个一共分多少种啊 我记得啊 一个西纸花甲粉 一个是西纸菇 然后还有一个西纸全花甲 三个 咱们看这个 每个准备卖的最多呀每天 花甲粉和西纸菇 两个两种 不是 现在第二种 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蒜蓉的味道 而且这个蒜蓉应该是放过了一些其他的这个调料和到一起 所以是那种咸香的口味 然后再加上它放了这个辣椒还有很多的香菜 它就是那个鲜香酱的一个口味 花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蛤蜊 花甲粉就是将蛤蜊与米线放入稀薄纸中 加入店家秘制的酱汁明火熬制 在八分熟时放入香菜葱花泰椒圈提鲜提味 米线坚营剔透软烂有嚼劲 口味有清汤微辣和麻辣三种 它还喜欢挺好吃的 挺适合我的味道 我的东西 味道比别人家的味道好 鲜然后再一个吃的时间 越吃越有感情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个毛病 就是吃完了这个咸的辣的之后 特别想吃点甜的 然后喝点这个比较凉味的东西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松枝剂 最近的这个松枝剂真的是特别的火 而且不然好吃 而且还特别好看 那咱们尝尝这个在大学城里面 特别受大学生欢迎的松枝剂 味道究竟怎么样 想来啥味的 有奶油的有冰凌的 你用这张东西口味吃的吗 对 冰凌口味有七八种 然后奶油的有两三种 最近哪个卖的一个好 冰凌的卖的好 有一个双冰的还有单球的 来一个这个双冰的尝尝 喜欢吃啥味的吗 这有什么味的呀 芒果草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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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油奶油和草莓的吧 摸上去的时候是热的 然后这里面是冰凌的 我觉得这个食物真的特别的神奇 而且是那种少女心爆棚的 真的特别的好看 哦 还是脆脆的 然后里面是这个嫩嫩的 很浓的那种淡香的味 冰凌凌凉凉凉的和这个蛋仔 结合到一起 一会就会让你觉得 它是那种不一样的甜香 这款外形好看 又很独特的松枝剂 绝对是甜品界的一株花 现场制作的鸡蛋仔 还冒着热气 站在档口外 就能闻到那股蛋香味 里面包裹上冰淇淋 原味 奶油 巧克力 草莓 哈密瓜 各种口味让你选择 然后再放上这些五颜绿色的小糖果 真的是色相对俱全 绝对的拍照神奇哦 夜色渐浓 可夜市里的人越来越多 本该寂静的夜 在这里都变得格外热闹和精彩 推荐里面哦 小吃种类多样 青春气息浓厚 推荐小吃 花甲粉 革命小串 增织剂 联均消费20元 今天是周五 又到了大厨到家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的大厨会走进来 为观众的家中 为他带来怎样的菜肴呢 朝上生活 我是世博 今天大厨到家呢 还看到了吗 是我已经在小区当中了 王女士呢 有一个需求 说给孩子做的饭 孩子总是不喜欢吃 那究竟 这个我们的大厨到家 今年请来了谁 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呢 来镜头摇过来 帅气的赵大厨你好 赵大厨跟电视机前观众打招呼 大家好 是的 那今天我们的赵大厨 就要解决王女士家里 做美食的这些问题 那咱们就小话不多说 上楼给王女士展示一下 我们的厨艺好吗 好吧 走 赵春蕾味道记忆主厨 你好 大厨到家 大厨来了 厉害了 来 期待好久了 朝上生活 大厨到家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王女士 究竟有什么样的需求呢 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我想吃那个 菇摩鸡丁这道菜 王女士我发现你挺馋的 我觉得挺馋的 特别想吃肉类的东西 然后就感觉 公宝鸡丁这道菜 我做了以后 就那个肉块啊 特别特别的硬 然后那个 就吃起来 特别的不好吃 那个酸甜度也不够 怎么做才能好一些呢 问一下赵大厨 这个公宝鸡丁呢 就是说首先 你回来切了块以后 是水洗完之后呢 放点稍微 喂点滴口放点盐 然后打鸡蛋清和淀粉 然后好好上一下浆 它就嫩了 它不像说 它不会硬的 然后花油 就切那个块儿 我切得也特别不好 切得大一块小一块 你可以切小一点 小一点 身上都有 对 不知道鸡肉怎么改刀 因为鸡肉有的时候就是 鸡肉转到厚 你可以片一下 中间片一下 先片一下 切成条以后 再切成小丁 然后呢就是 这会儿做的时候呢 要是酸甜度不够的情况下 你就多放点糖喝醋 然后这个菜吧 本来是酸甜应该辣一些 到北方来呢 就可以做就是适合咱们那边的口味 就不用那么太辣了 就是少放一点红油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宫饱鸡丁其实在家庭当中来也算是一个大菜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赵大厨跟我们一起到厨房来制作这一道美味 宫饱鸡丁咱们厨房 好 走起 先把鸡肉切成条 然后呢 上姜 上姜 对对对 上姜之前呢 上姜有点底口 稍微放点盐 放点盐 对 放点盐 对对 有底口的油味好吃 在宫饱鸡丁中呢 是川菜的代表菜 到达门北方呢 咱们咱们就是把它改良一下 改成东北的口味了 然后随个人口味吧 就是 看点淀粉 对 随便上的淀粉的一分钟抓进去 这就可以让鸡肉会更加的软弯 滑滑滑滑 对对对对 然后打个蛋清 也是脂肪蛋清是吗 对 脂肪蛋清可以 这是头一边 装完淀粉 然后再抓点鸡蛋鸡肉 然后呢 再抓点生粉 哦 再要再要点生粉 对对对对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起火了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起火了 起火了 来帮您 我先烧一些油 对 自己家里头不用放那么多油 这个菜不是那么脆油的菜 哦 这个放这么多油 主要是为了 要把油温要先炸 要滑一下油 对对对 然后切点大铜筋 要拿到油 小心 到什么程度 才能滑鸡叮呢 两分热开 烧鸡 烧鸡 坠下рез 这个滑就会给它 嗯 这个滑就会给它 对 对 让它更内敌吧 嗯 嗯 滑一下油 然后它这个葱的味道也进入到鸡肉里面了 不用调一些汁是吗 不用调 这个汁直接可以在锅里面 先把胡椒乱炒炒 这个菜呢放盐 然后呢这个糖啊放拌炒 这个糖的拌炒就可以了 拌炒它拌炒 对 这个菜呢就是 跟我弟弟老的 然后北方呢就是那个鱼香肉丝差不多好 放的调料都差不多好 这是小鱼香肉的菜 就是说没有鱼香肉丝的调味 也是能放的 放的蠟 放一口 对 放在半说的蠟 可以 放一点 放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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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点蟹 放点蟹 放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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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你说大厨在做菜的时候 他基本上放完调料都在锅里 待着时间都很短 别怕他们自己家做 对一会儿 对对一会儿 不是烤了很长时间 对 这个女士最喜欢吃的 我客气 嗯 鸡肉好嫩 我这就是饭店的三天口 公司中 哎呀 鸡肉好嫩 对 家常炒的这个共饱鸡鸡 真的和饭店的味道还不太一样 感到更健康的感觉 吃起来 这个肉和这个花生一起吃 这个也挺好吃 哇 共饱鸡鸡 其实看起来并不是安全 嗯 是不是 我吃贵了 有味了 嗯 满意吗 满意 谢谢赵大师 谢谢主持人 大步道家 这个是棒棒的 我们就接着吃了啊 好 谢谢 谢谢